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我从哥伦布圆环地下站刹车 无意间发现这个地铁站别有洞天 前面指示着有地下街 我就好奇的往前走 走到这里眼前一亮 这就是一个地下铁美食商店街 它里面有30多家店 有各种小吃、茶饮、甜点、咖啡、服饰、花店 甚至还有宠物配饰用品专卖店 它是纽约破天荒的第一个地下美食商店街 属于59街哥伦布圆环地铁站的一部分 这是纽约大都会交通管理局的主义 还有寿司店 我匆匆走过回放时才赫然看到永康街这三个字 好熟悉的街名哦 是来自家乡的永康街吗 无论你是来这里要赶着搭车或是专程来这里闲逛吃的人都立刻会感受到它的干净 整洁和专装的色彩 这家久为乐 它是天然手工化妆品店 它原先是以手工肥皂起家的 也有饺子馆 这里的中餐馆还不少 它的出口在57街 57街又称百万富翁街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在富人街用餐 可以考虑在它的地下用个餐 也不错 这里是哥伦布圆环 是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重要的地标 交通枢纽 还有繁忙的十字路口 它就在中央公园的西南角 这个纪念碑是有名的 美国缅英州国家纪念碑 前面的大楼是川普国际酒店局大厦 大厦的前面这个地球仪也是很有名的 各式各样的马车已出笼 这个是克里斯多福哥伦布的交象 顾名思义 哥伦布圆环就是以它命名的 它就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那个哥伦布 沿着中央公园南部走 可以一边欣赏中央公园初春的景色 突然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马车 好奇的过去瞧瞧 它上面写的是日文 播放的还是日本歌呢 这位马车夫在问我是不是日本人的时候眼睛发亮 一听到我不是的时候态度180度转变 这未免太现实了吧 这也是日本的图案 我转了一圈回来 看这个日本迷还在那里 乏人问津 哇 这里还插着日本国旗 还有日本娃娃 十足的日本 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只在日本人 他说不是只在日本人 只是因为他正在学日语 哇 看来马车生意竞争大 一天你能找到几个日本客人啊 难道不用养家活口了吗 好一个怪人啊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跟选择 所以我祝他早点找到日本客人 这个是和赛德圣马定将军的纪念碑 这里有不少的纪念碑 背后都是很有故事的 这位应该是无家可归者吧 还听到他在身影呢 他的背后一定也有他心酸的故事 这两年来的疫情造成了不少人 无家可归 我经常在外面拍影片 看到很多无家可归者 感受很深 我希望所有遭受打击的人 都能够尽早站起来 我希望你能够尽早点 每听到那打打的马蹄声 就想起诗人郑仇语的经典名诗 错误 里头经典名句 其实啊 我们一直误以为这是浪漫情诗 原来打打的马蹄声指的不是爱人 却是敌人 他表达的不是思念 而是描写战争时生命的无常 这个真相摧毁了大家的浪漫 注成了这个真正的美丽的错误 右手边是著名的广场酒店 它是豪华酒店和豪宅公寓大楼 而这里就是广场的北部 前面的雕像又是一个将军的纪念碑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请记得订阅哦 请记得订阅哦